好,政治学呢,依照不同的研究阶段 这个就是所谓政治学不同的发展时期 这不同的研究阶段同学们可以比对 第一个我们十七页后面会讲到的内容 不过十七页同学们现在不用急着去看它 十七页呢,就是我们在基础课当中讲到的一个学者叫孔德 那么孔德呢,把人类的知识发展阶段呢 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神学时期 第二个阶段叫行而上学时期 第三个阶段叫做实证时期 同学们应该可能还有印象 那么其中在真学当中呢 我们称行而上时期 也就是哲学时期呢 给它一个名称 等一下我们课本会谈到叫规范时期 所以这个规范时期呢 可以在旁边帮我写上啊 如果你觉得有需要 你可以写上法律跟哲学 真学最早期最早期的研究阶段呢 是用法律跟哲学的阶段呢 去理解怎么解决人类群体关系的需求 好,那么再来往下看 第二个是什么呢 是实证时期 这个实证时期本身呢 是我们之前讲到的是 孔德认为呢 一个我们讲学科发展的最高阶段 实证实际上有证据 这个东西同学们 如果现在还是觉得很抽象 没关系 你可以在旁边写上 有根据 我们到后面马上会讲到 你的论证要有根据 不要整天呢 用空想的假设呢 去推论 所以相对来讲呢 我们讲实证时期呢 它更重视的是 所谓的真实的根据 而不是呢 自己想出来的东西 好 那么我们之前说过 实证时期当中 政治学呢 最重视的是权力 他们认为权力呢 是真正存在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啊 那么这个世界上很多权力的运作 举个例子来说 有一个人本身呢 我举个例子来说啊 有一个人本身呢 你看 他是个大老板 这个大老板呢 花了很多的钱呢 去帮助弱势 而帮助弱势这件事情呢 基本上呢 从行而上学时期 或哲学时期的时候 他们会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 他们会先去假设一件事情 就是 人性是善良的 或人性是邪恶的 他们先在脑袋里面呢 先去假设这件事情 好 假设这件事情呢 这些事情 人性本善 人性本恶 这个东西 其实没有任何根据 但他们先去想这件事情 想完之后呢 他在针对什么呢 这个大老板呢 拿钱给慈善团体 或弱势这件事情呢 去印证 那么 主张人性本善的人 会说什么呢 这个人本身呢 就是在做善事 这证明了什么呢 有钱人 正在发扬他 人性本善的特质 而人性本恶的人呢 他可能就会发展出 其他的理论呢 去说明他的理论呢 在这个老板身上呢 也能够发展 发展光大 但是实证主义啊 这个东西讲很细 是因为会考啊 同学们要先听懂 实证主义本身呢 他认为 所有的东西 都要根据 人性本善 或人性本恶 这种东西 根本不可能找到 任何的证据 去证明他 这个说法 没有任何的根据 但是 我们可以观察什么呢 我们可以观察权力 简单讲 在这边的权力 可以理解成为什么呢 利益 好 你可以去了解到 这个社会的利益流动 于是呢 这群真学者会开始去研究 一件事情就是 那么 对于这个大老板来说 他花这么多的钱 去照顾弱势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什么呢 他是为了自己好 简单讲是利益驱动 于是发现什么呢 哦 原来这个大老板呢 大量的金钱呢 给了什么慈善团体之后 他可以免税 他可以避税 有的时候还有回捐 什么叫回捐呢 简单讲就是 这个慈善团体呢 根本是他自己开的 那么今天他把大量的钱 譬如说呢 一亿元呢 直接怎么样呢 捐给了这个慈善团体 而这慈善团体之后呢 用各种名目呢 把这个钱呢 还回来 譬如说 这慈善团体呢 去购买他老板家里面的东西 随便买就五百万 直接回来了 再来呢 请了一堆讲师来做讲座 而这个讲师讲座本身呢 可能都是这个公司里面的高级干部 而这种高级干部本身呢 拿到的这个 哦 就是演讲补贴呢 就变成了他们的薪资补贴 以此类推 这个叫回捐 是不是在教你们坏呢 这个世界有些东西就很恐怖了 那么 当真正学察觉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么 在实证主义阶段就会说 哦 那么 这个人人性本善 人性本恶 我是不知道 可能这个人也有善心 但我们观察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这个社会呢 基本上 把钱 捐给慈善团体的这件事情呢 是有利可图的 那么 因为有利可图 所以呢 它会形成一种趋利 让很多有钱人呢 开始往这个地方走 把他的钱呢 投给了各种慈善团体 所以呢 这不是人性本善 或人性本恶的问题 这是什么呢 被利益 也就是权力呢 驱使的结果 这个叫做实证 所以实证呢 基本上很重视 你讲话的根据 而实证认为 最重要的根据就是什么呢 就是权力 好 我们来看课本 好 那么真正学本身 回到第四页第一行 那么在不同时期的真正研究者呢 对于何谓政治这个问题呢 也表达过不同的见解啊 那么这个不同见解代表什么呢 会出现分歧 而这种分歧就形成了真点 往后看 而这一使得呢 关于政治的内涵呢 出现了各种分歧的观点啊 这就是真点 好 再往下看啊 那么 第一段 第二段 早期政治学家 这个早期政治学家 旁边帮我写上 亚里斯多德的亚 亚里斯多德的亚 好 亚里斯多德2000多年前的 那个时候的哲学家 或思想家 对何谓政治的看法 很统一啊 大多将其思维一种 群居的生活方式 把群居的生活方式圈起来 简单讲就是 群体关系的 解决方案 好 那么这个是早期的看法 后面的地方不用念 但是来 第五页的上面 整个highline那一段 旁边帮我写上 19世纪之后 但是到了19世纪之后呢 关于何谓政治的观点呢 就慢慢扬弃了前面的看法啊 而出现了 我们讲说四种不同的分歧 我喝个水 好 那我们来看第五页啊 那么记得在旁边写19世纪哦 那么到19世纪之后呢 关于何谓政治的观点呢 开始出现了分歧 我们来看第一行 第五页第一行 大体上呢 当代不同时期的政治研究 对于政治的界定很大程度 受到该时期研究方法 跟研究观点的影响 这是第二章 更具体的说 就是我们刚刚操到的规范 跟实证两种观点啊 后面都会说明 好 第二行的最后两个字 对于传统政治哲学家 跟法学家而言 上一包写个一 好 那么哲学家跟法学家呢 是第一种 也是最传统的 这一批人呢 继承了亚里斯多德的观点啊 亚里斯多德本身呢 是个哲学家 而他发明了政治学的词里面呢 也有正体 也就代表法律的概念 所以呢 一般来讲 早期的政治学呢 重视的是哲学跟法律 好 对于政治哲学家跟法学家而言 政治是一种得以实践 规范性目的的途径 先帮我把规范性目的圈起来 我们后面再说 它是什么意思啊 你先圈 好 这是第一种观点 好 再来往下看 1234 第四行的前面 对于政治科学家而言 这边写个2 那么这个政治科学家 旁边帮我写上两个字 就是我们刚刚操的实证 实际验证的实证 实证这两个字呢 在当代呢 高度等同于科学化 因为科学本身呢 讲重视根据 重视证据 而且要验证 所以呢 一般来讲呢 现在的实证学者呢 都自称为科学家 好 那么第二种观点呢 是政治科学家而言 那么他们认为政治学 政治学呢 是一种探讨 公领域中 先把公领域圈起来 还记得我们之前讲到的公私领域吗 等一下课本也会有啊 这在政治学当中非常重要 好 公领域当中的权力运作模式 把权力运作模式 圈起来打星星 那么政治科学家呢 专注研究权力 希望从权力当中呢 去找到一些规律 有助于我们去控制它 好 这是第二种观点啊 就认为什么呢 政治是公领域当中的权力运作模式 好 再来倒数第四行的中间 对于马克思主义 跟女性主义者而言 这边写个三 然后帮我把马克思主义 跟女性主义者圈起来 好 那么只要跟权力有关的事物 把权力有关圈起来 好 不管其称属的处境呢 为公领域还是私领域 帮我把公领域跟私领域圈起来 好 其间应该被视为是政治事物 把政治事物圈起来 这个地方我们先在旁边写一点东西 但是呢 我们后面再讲解啊 其实我们都学过 那我们先在旁边写一下 一点点 这整个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权力是当代政治学当中最重要的概念 所以在何谓政治的四种界定当中 第二种界定跟第三种界定 他们都讨论权力 但问题在于 第二种界定跟第三种界定 他们的差异到底在哪里 那么第二种界定主要认为 政治是一种公权力事物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把政治放在公领域当中 他只研究 公领域当中的权力关系 也就是说 如果有些事情被认为是私领域 我举个例子来说 譬如说什么呢 感情问题 我们说过公领域跟私领域 私领域是什么呢 是隐私的部分 那么感情呢 百分之百是个隐私 你绝对不会喜欢有人呢 没事跑来问你说 你谈恋爱了吗 你结婚了吗 你跟另外一个人呢 感情如何等等 你不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不关他的事 对吧 那么感情的部分呢 是属于私领域 但请问各位同学 感情有没有涉及到权力 你有没有在感情当中 曾经感受过 有另外一方比较强势 你有没有曾经分手过 你感觉到对方不爱你了 你苦苦哀求对方留下来 但对方还是要走 在这种关系当中 对方呢 权力比你高 而你权力比较弱的时候呢 你心中会觉得不公平 会觉得很压抑 甚至感到痛苦 好 那么在公私领域二分界定当中 为什么我们之前一定要去讨论公私领域 原因在于我们之前说过 政治呢 就像是一种药 当政治力介入的时候呢 这种介入本身呢 它可以迎来很大的帮助 但它的破坏呢 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举个例子 那么在感情当中 有的时候呢 我们跟对方不欢而散 有的时候呢 有的人可能会想要报复对方 有的人痛苦难过 你觉得你很弱小 于是你选择什么方式呢 你选择把对方对你做的事情公诸于众 好 公诸于众之后 基本上呢 整个我们讲社会舆论哗然 可能都在你这一边 那么要毁灭它 就变得很容易了 对吧 好 但要毁灭它 变得很容易的这件事情本身 那么对那个人来讲呢 是公平的吗 你说老师 加害者本身呢 没有公不公平的啊 因为这个概念很重要 所以我要举个例子 让你了解啊 为什么这件事情很危险 回报老师呢 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呢 有一个老师啊 我遇过一个老师 这个老师本身啊 就不讲是谁啊 那这个老师有个特点在于 他很喜欢跟学生装熟 那么他装熟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他会在上课的时候呢 开始一直系数啊 班上里面呢 谁跟谁在一起 谁跟谁是班队 等等等等 说句实话 这件事情不关他的事 那他为什么会知道呢 他就是一直去听别人讲话 等等等等 知道很多八卦 好 那么平常他讲这些事情呢 就算了啊 但是你要记得 老师在公开场合讨论这个东西 老师的身份是个公领域的人啊 好 那么有一次呢 我还记得啊 在那个班级里面呢 有一对班队啊 两个人吵架 那么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呢 男生呢 可能做了啊 让女生伤心的事情啊 所以这个时候两个人分手了 分手之后呢 这个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呢 竟然就对着这个学弟说 某某某 你竟敢做出这样的事情啊 我的班上不容许这种人存在啊 所以呢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你过的 会荡掉你 同学那是个必修课 好 当老师讲这句话 意思是代表什么呢 这个老师不让他毕业啊 好 然后那个学弟的表情 我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刻啊 其实感情的事情 我们是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 但这个学弟本身 因为那个老师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啊 那个学弟的表情 就感觉很委屈难堪 等等就走出去了 后来这个学弟就转学了 他没办法去留在政大 为什么 我大学是政大啊 他没办法去留在政大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国家也就 不是国家 对不起 那个老师用他的力量 用他的权利呢 直接宣告这个学生本身呢 你不能毕业 同学我问你啊 感情的事情就算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也都不知道 那是他们两个人的事 但就算这个男生本身 他真的伤害了这个女生 当然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可恨啊 但我再讲一次 我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 但他跟他大学能不能毕业 是同一件事吗 同样的 那么如果今天政府本身呢 要用怎么样呢 公众力量来惩罚在私领域当中呢 我们讲说可能做错事的人 而这个人本来权力是比较高 这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适不适当 好 那么在传统西方真学当中 我们严守公私领域的界限 原因在于什么呢 私人领域当中的事情呢 有私人领域的方式呢 来处理啊 比如说我们可能朋友之间谴责他 或者是什么呢 我们彼此之间呢 可能就是怎么样 我对抗你等等等等 但我们严禁公众介入是有原因的 因为公众力量呢 太强 可能会造成不符合比例的伤害 但往后看啊 如果今天讲到马克思主义跟女性主义的时候呢 他们的角度呢 却完全相反 马克思主义跟女性主义呢 是一种非常非常在意 这个不一定要写啊 他们非常在意弱者 那么马克思主义认为的弱者是什么呢 被老板剥削的无产阶级 而女性主义认为的弱者是谁呢 就是被男性压迫的女性 而弱者被压迫的地方都在哪里 我再讲一次 他们关注弱者 而弱者被压迫的地方都在哪里 先讲 就是譬如说什么呢 无产阶级就是穷人 穷人被压迫的地方都在公司里面 而公司啊 里面相对来讲 我们常会讲 这种是市场经济等等 是私领域的东西 如果政府不去干涉的话 这些人呢 就会永远被压着打 再来 女性被压迫的地点是哪里呢 是家庭 如果我们今天一直说 政府不能介入家庭关系 则 这些女性呢 将永远不可能被拯救 好 所以对马克思主义跟女性主义者来说 他们认为呢 政治根本不用有限度 政治没有限度 他们认为呢 只要有权利关系 只要形成了 这不一定要写啊 不平等的观点 好 只要形成了不平等的观点 不管那个不平等呢 是在公领域还是私领域 不管是什么呢 你隐私当中在私领域当中发生事 还是大家都看到的地方 为了要保护弱者啊 所以政治本身呢 全部都要介入 因此二跟三的观点呢 我们后面会讲到 这是深论的考古题 它真正涉及到的是什么呢 政治的一个限度 它到底应该要不要介入到私领域 讲完了 好 那我们继续往后看啊 那么 倒数第二行的前面 那么对于某些特定的真正学者而言 这特定真正学者写个四 这是比较特殊的啊 这就移到研究方法以外了 那么 他们认为呢 政治是一种冲突管理的模式 冲突管理圈起来 旁边写上啊 群居需求 对不起啊 群居的需求 我们知道政治呢 起源于群居 而群居当中一个重要的需求是什么呢 管理冲突 那么冲突这种事情呢 你的管理的意思 有可能是消弭冲突 但有可能是制造冲突啊 所以呢 这一派学者认为怎么样呢 我们不用去看前面权力 我们只要去看的是 群居当中需要什么事情 最重要的就是冲突管理 好 所以呢 政治本身呢 基本上就由这四种定义构成 好 旁边帮我写上补充讲义第二页 好那么补充讲义同学们呢 可以打开啊 等一下补充讲义呢 就一直放在旁边了啊 就不用收走 好 我们一起打开补充讲义的第二页 这个呢 是第一章的总纲 那么我们不会每个章节的总纲都说 但是呢 基本上你就可以比对 来 从左边来看啊 政治呢 我们所有的图都从左到右 好 从最左边上面 往下看 政治呢 是从古希腊雅典城邦时期 把城邦圈起来 出现 它是由什么呢 城邦跟政体组成 还有亚里斯多德 好 那么回到最上面的政治 往右边看 政治呢 它涉及群居跟众人之士 把群居跟众人之士 圈起来 好 那么它有四种定义啊 这四种定义呢 就是课本上面的四大段的标 这四种定义上面呢 帮我写个背 这个是要背的 这个是要背的啊 等一下会讲什么意思 第一个呢 是规范性目的的实践 第二个呢 是公共事务 第三个权力相关事务 第四个是冲突管理 那么请同学们特别记得 是往右边看 这样的一个区别本身 同时也涉及到了 公司领域的区隔 公司领域下面包写上 限度 这讲的是政治的限度 好 了解之后呢 我们重新回来看课本啊 那么补充讲义就不用关起来了 我们就放在旁边 等一下会用到哦 好 我们来看第五页 课本第五页 好 那么第一个大标啊 政治呢 是一套规范性目的的实践制度 好 现在旁边帮我写上 法律跟哲学 这种观点本身呢 它代表是法律跟哲学 好 那么 虽然你已经大概知道 什么是法律跟哲学 但有个词 可能真的很困扰你 这个词是什么呢 就是规范这两个字 好 到底什么叫规范呢 我们先往后翻啊 好 可以先翻到第六页 等一下再翻回来 好 第六页的部分呢 我们在上面呢 会看到一个词呢 叫做规范或规范式啊 好 什么叫规范呢 我们先来看它最后的一个定义 定义呢 在最后 倒数第二行 那我们来看最后一行的后面 规范是一种道德标准 先把道德标准圈起来 打星星 好 在真学当中使用到规范这两个字的时候 你先记得它是一种标准啊 你不一定要知道道德 但你要记得标准 好 我们常说 譬如说在一个教室里面呢 大家都很吵闹 很吵闹的时候 你会跑去跟班长说 立个规范出来嘛 这规范的意思是什么呢 什么时候可以讲话 什么时候不能讲话 你给我一个标准出来 这叫规范 好 所以规范本身呢 这两个字啊 算是翻译名词 在真学当中 意思就是要定立一个标准 好 但这个标准本身呢 又有两个很重要的特质 这个特质是什么呢 我往上看 好 倒数第二行的后面 第一个呢 叫方向性 先把方向性圈起来 第二种呢 叫评价性 把评价性圈起来 好 那么一种具有方向性跟评价性的道德标准呢 就叫规范 但这意思到底是什么呢 好 我每年都要举这个例子啊 我很伤心啊 同学们听 很多同学很感谢 就考上之后呢 有可能有那种幸存者偏差 考上之后呢 突然觉得 哎呀 就是很喜欢真学 然后呢 回来看看老师啊 好 那每一年呢 那种考上同学 回来看看老师的时候呢 都会讲一句话啊 这句话我刻骨铭心 就是 老师你好像又胖了 好 胖这个字是什么呢 胖这个字呢 是一种标准 胖瘦是一种标准 但重点来了 他在跟我讲 他胖 他跟我讲说 老师你变胖的时候呢 胖这个字代表什么呢 你先往上看 第一个 他在评价你 好 他在评价我什么呢 他在评价我很丑 他认为呢 变胖就代表什么呢 越来越丑 好 第二个呢 他这种评价 同时带来什么呢 方向性 对不起老师 请你减肥 好 所以他用胖这个字呢 直接告诉我 第一个 你现在呢 处于一种不好看的状态 第二个呢 他在影射或引导我呢 应该要减肥 好 任何一个名词本身呢 具有什么呢 方向性跟评价性 并且同时一种标准的东西呢 都叫做什么呢 规范 好 举个例子 你可以写在上面啊 一点点 好 比如说 政治学最古老的一个人是 一个主题呢就叫做正义 正义这个子本身呢 基本上是一种评量标准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人本身呢 他做的事情 如果被人家评价成为正义 这代表什么呢 他在做一件好事 好 再来呢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做的事情呢 被评价也不正义 这代表什么呢 这个人呢 应该要被修正 这个修正要嘛是呢 被惩罚或被消灭 以此类推 所以这具有什么呢 方向性 早期的规范是真正学 尤其是哲学 一直不停在探讨这些东西 他探讨的像是正义 自由 民主 这些东西呢 其实都是一些什么呢 自己想出来的一种评价标准 而这种评价标准 最后的实践呢 要透过什么呢 法律来实践 比如说我们常说 一个人本身呢 做了坏事 在法律当中呢 被判决呢 受到处罚 我们说这个叫做实践正义 用法律呢 来实践 实践抽象的概念 基本上呢 抽象概念跟法律 两者之间呢 是互相联动的 所以法律呢 是实践 哲学标准的一种工具 好了 所以呢 从现在开始啊 我们可以翻回第五页 从现在开始请记得 规范就是什么呢 一种所谓的评量标准 其实就等同于什么呢 法律跟哲学 好 所以我们重新回来看第五页啊 那么看第一个标题 政治是一套规范性目的 来规范性目的 上面帮我改 写成啊 哲学 就帮我改成哲学 其实规范性就是哲学 好 政治是一套规范性目的 就哲学目的的实践制度 这个实践制度 如果制度上面两个字呢 你可以连到旁边 就是法律 好 所以呢 早期政治学既讨论啊 一些规范性目标 同时也讨论什么呢 法律制度 规范性目标 就是哲学目标 好 那么往下看第一行 此为 政治学最早期出现的观点 把最早期圈起来啊 亚里斯多德的时候呢 差不多就这样 再来 因为多数政治哲学家 跟法学家所接受 把哲学跟法学家呢 圈起来 再来 该学派认为 政治呢 是一个以改善社会 把改善社会圈起来 为目的的学科 政治跟政治学的内涵呢 也应该以规范式价值 把规范式价值圈起来 的探索跟追求 把探讨追求圈起来 如正义的内涵 把正义圈起来啊 举例就举正义 再来 倒数第二行 即规范啊 实践规范性价值的制度 把制度圈起来 为核心 好 那么考试的时候呢 先跟同学们说 你只需要写这一段 就我刚念的这一段 就好 下面的东西本身呢 篇幅不够 你根本写不到啊 所以呢 下面的东西呢 当参考就好 好 那么这种观点本身 第一个是什么呢 是哲学的探讨跟追求 把哲学圈起来就好 好 代表学者请看这个 哲学观点探讨跟追求的第二段 如 亚里斯多德 来 对不起 苏格拉底 抱歉 苏格拉底 旁边帮我写CH3 我们第三章的时候会讲到他 好 那么再来第二行啊 那个内容我们就先不念 因为第三章才会讲 第二个呢 是第二行 柏拉图 把柏拉图圈起来 这个呢 也是第三章 好 再来呢 第二行的后面 洛克跟卢梭也圈起来 同样也是CH3 第三章 好 那么这四个人呢 苏格拉底 柏拉图 洛克跟卢梭先圈 我们第三章都会提到 都是重要的学者 他们是代表学者啊 先圈一下 好 再来往下看第二个呢 规范性制度的设计 就是法学观点 譬如说 请看第二段的第一行 孟德斯鳩 孟德斯鳩旁边写CH7 我们第七章会谈到他 那么这个学者本身 最著名的理论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行后面 行政 立法 司法 三权分立 好 把三权分立圈起来 三权分立呢 是一种政府 政府制度设计的原则 这个就是什么呢 制度 也就是法律设计的一种 具体的例子 好 我们到第七章再讲孟德斯鳩 那么你先记得 这些代表人物就可以 未来一定会学到啊 好了 我们就往后翻 好 第六页的部分 基本上啊 那么规范的部分 讲过了 应然跟实然 这个政治学不说 就打三角形 应然的部分 主要讲的就是应该不应该 实然讲的就是实际上啊 这个东西其实呢 政治学比较不会考 我们就跳过 好 再来反思 反思的部分呢 这一整段呢 可以打差 打差的原因在于呢 内容太多了啊 考试写不了那么多 但是呢 有一个内容啊 要请同学们 帮我写在课本的 第六页到第七页的上面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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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学们边操边先听我说啊 政治学呢 花了将近两千年啊 真的是花了将近两千年 进行哲学跟法学研究 那么如果这样的研究没有出现极为重大的问题 我们是不可能放弃他的 就像一个呢准备国考很久的人 他可能准备了两年到三年 他突然放弃了国考 并且呢投入到一个另外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 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 这个人是不会这么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投入的时间成本真的太高 没有人舍得放弃 但一定是因为他真的问题很大 我们才开始怎么样呢 慢慢舍弃这种观点 原因在于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规范研究本身或哲学研究本身呢 他有一个特点在于呢 他会先假定一种合理标准 他会先假定一种合理标准 这个合理标准呢 是他自己空想出来的 请注意完全没有根据 好他可能会去想的是什么呢 譬如说这个社会怎么样呢 是正义的 或者是呢他会告诉你呢 这个社会如何才会变得更完美 等等等等等等 好那么等一下会举例啊 再来 那么当他出现一个合理标准 这个标准就叫规范 他出现一个规范概念像正义 像自由像民主等等 再往后看 那么他会从这个合理标准呢 去推论出怎么样的行为呢 是合理的 好 所以行为本身是建立在什么呢 他所假定的范围当中 等一下会举例啊 好 但这种所谓的规范概念呢 出现两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没有根据 这个呢我们到第二章的时候会谈到啊 没有实证基础 你的理论本身就很难被认为是真实的 好 再来第二个问题呢 是容易引导控制人类的情绪 这个同学们现在可能还懵懵懂懂啊 稍微回应一下基础课的东西 我们到第三章的时候会说 规范的概念本身呢 其实他是在提供一种解释 这种解释呢 是一直不停告诉你说 就像我们之前讲到的 一个人的社会处境 假设 你今天是一个什么呢 你今天是一个弱者 你很穷 有人在你耳朵旁边跟你说 你的贫穷跟痛苦都不是你需要负责的 其实呢 这个世界呢 有一批人呢 他们吃香喝辣 而且呢 又垄断了原本该属于你的财富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不用觉得自己很烂 是那些有钱人害你的 那么跟我们一起来推翻这些人 那么未来吃香喝辣的都等着你 好 那么同学听到这边 一听就知道 这个人呢 就在耳朵旁边讲话 这个人呢 是想去控制这个弱者 我们都知道 但同学去想一下 如果你真的是弱者的时候 你愿意相信这些话吗 肯定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话本身呢 你相信之后对你有利 你不用再觉得自责 你也不用再觉得自己很烂 甚至呢 有跟你一起去对抗邪恶目标的一个什么呢 伙伴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相信这些话对你有利 你就会相信这些话 所以我们到第三章的时候会说 所有意识形态呢 它反映的其实都是 一个人的社会处境 你是什么社会处境的人 你就会听进去哪一种意识形态 而反过来说 如果有人挑战你的意识形态 譬如说跟这个弱者讲 你们这些弱者啊 根本就不是你们想的那个样子 你们就是懒 你们能力弱 那群有钱人本身呢 其实呢 是什么呢 能力很强的人 他们付出比你们多 所以你们这群弱者本身 就应该要接受 你比他们烂 而且一辈子呢 一无是处 毫无出息的这个结果 好 我问同学一个问题啊 你觉得如果你是弱者 你听得进去吗 你今天去告诉这些弱者说怎么样呢 你所相信的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骗人的 那么这代表什么呢 他要回复到那种 毫无尊严 自我否定的状况 正常人是根本不可能 接受这些事情的啊 好 那么规范性概念本身呢 我们到后面呢 会一直强调啊 他的本质呢 是控制 引导跟控制 他不停在告诉你 你该怎么做 你不该怎么做 等等等等 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啊 简单讲 人类会被控制 好 那么规范性概念本身呢 你现在先记得 他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没有根据 引导控制 我们到第二章以后呢 会慢慢谈到啊 你先记得他没有根据 没有根据本身呢 会变得怎么样呢 很不真实 而作为对比啊 实证是什么 我等一下会举例啊 好 我先回应对于乡 没有听说 我先问你 没有根据 有吧 我先帮你 两个人 不信用 兄弟 我先问你 我要 我先问你 要不要 他们 因为 我先问你 我先问你 你 好 实证研究 当代真学研究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呢 我们不要 这个先听不一定要抄 不要先入为主 你不要先提出假设 你不要 不要自己想 也不要先入为主 你先去观察什么呢 事实跟研究对象 从事实跟研究对象的背景当中 去提出假设 这就叫有根据 那么有根据之后呢 再来进行验证 在这个时候呢 你所得出来的结论呢 会比较容易贴近真实的 我举个例子啊 我自己国中的时候 是国中啊 我自己国中的时候 有个同学啊 这个同学呢 家里面呢 比较富裕 那么那个时候呢 他很想要追求 某一个班级的女生 国中生就这样啊 好 这个人啊 我觉得他有点主观 我说是我同学有点主观啊 那么他一直认为啊 我没有丑化他 但是我那时候感觉是这样啊 我也没有想到是谁 我那时候感觉就是呢 他一直觉得啊 就是呢 如果今天呢 别人要喜欢他的话呢 他必须要在金钱上面奉献很多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在我们班上的时候 一直跟大家讲说 他要追那个女生的时候 他就一直去想说 他说 你看啊 大家都喜欢什么呢 大家都喜欢钱 这是他的原话啊 他说 大家都喜欢钱嘛 那么 这个女生如果要喜欢我的话 怎么办呢 他说 我昨天已经请我爸去买一个金项链 他是国中生啊 好 他说我买了一个金项链 然后买了一个金项链之后呢 这个女生本身看到他啊 他说 这个东西带在这个女生上很好看 他一定会特别喜欢我 等等等等 他讲了三天啊 好 讲了三天之后呢 他爸终于把金项链买回来了 或者不知道什么价值观啊 给国中生金项链 好 然后这个同学就拿着金项链呢 去找那个女生 而且呢 是带着我们班上 大家去看啊 就是一堆啊 同学 你如果是女生的话 你想这个画面啊 你是个国中生 然后呢 一个男生啊 就拿着一个什么呢 金项链 然后后面一大堆 那个男生班的男生 跟在后面啊 在那边看 然后这个时候那男生呢 就是趾高气昂的 跟这个女生班的女生说 来 你出来 我给你金项链 这是原话啊 他说 来 你出来 我给你金项链 你喜欢他吗 我想肯定是不喜欢吧 对不对 那女生就非常生气啊 就一直破口大骂 等等等等 一直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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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怎么可以这样 就走了 好 结果回到班上的时候呢 我的那个同班同学 那个男生气到不行啊 一直不停用 各种不停的话呢 去骂那个女生 说他的行为不合理 他说 所有人都喜欢钱 所有人都喜欢 我们讲说黄金 他居然不说这个东西 这女一定有问题 讲一大堆东西等等 他觉得这个女生有问题 为什么 回来看 因为他先假定了一种合理标准 就是人都喜欢钱 人都喜欢什么呢 黄金 再往后看 所以他觉得呢 理论上 他只要拿出最好的东西给他 这个女生呢 就会接受 这是他认为的合理标准 但请问一下 这有根据吗 没有 那么 为什么这个人会觉得 所有人都会喜欢钱呢 非常简单 因为他有钱 而因为他有钱 他就觉得啊 用钱呢 可以让别人喜欢他 这种说法呢 是对他有利的 他相信这件事情 而如果最后呢 没有办法达到他的目标 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他会愤怒嘛 好 那么再往后看啊 实证是什么呢 实证本身呢 不去假定女生喜欢什么东西 像我班上另外一个同学 对我们国中在谈恋爱 好 我们班上另外一个同学呢 他就很认真看另外一个 他喜欢的女生 他几乎是每一天都去打听啊 这个女生喜欢什么东西 一直打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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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打听之后呢 就发现啊 这个女生呢 很喜欢一种卡通人物 不是Hello Kitty啊 好 那么他很喜欢一种卡通人物之后呢 接下来呢 他就怎么样呢 先观察哦 他可能喜欢Hello Kitty 就假设 如果我送Hello Kitty给他 就会成功 最后呢 他在那个女生生日的时候 就拿着Hello Kitty呢 给那个女生验证嘛 就后来那女生就跟他在一起了 好了 所以呢 从这两个东西对比来看 我会发现一件事情啊 哲学 以我刚刚的例子来说 例子啊 可能同学们听得很过瘾啊 但是同学们还是要记得啊 回到政治学 那么 规范时期的哲学标准 几乎所有标准呢 都是你空想出来的 什么叫正义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正义吗 你确定 那么 这么多人 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于非命 这个世界正义在哪里啊 根本不存在嘛 那么 什么叫民主 什么叫自由 那都是你想出来的东西啊 都不存在 哲学会一直发明这些东西 但却没有办法证明这些东西呢 真实存在 这是哲学的问题 好 回到课本 现在同学们还是懵懵懂懂 这很正常啊 韦伯老师 第一次呢 在大学课堂上 听老师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都很懵懂 但希望在你们心中有一个种子啊 先放在那边 哲学的研究是有问题的啊 我们后面都会一直谈到 好了 那么 现在心中呢 有这个印象就好 我们继续回到课本 来 第七页 好 第七页开始呢 我们要进入到政治的第二种定义啊 那么第二种定义呢 叫政治是公共事务 好 公共事务旁边帮我写上 公领域 好 等一下我们就要来讨论 公司领域的界分了 我喝个水 好 我们来看第一行 之前基础课有念过啊 我们再念一次 来第一行 西方社会呢 在早期真学研究当中 来 早期真学研究 常常把我写上 十七世纪 我们在第三章CH3的时候 会讲到啊 是十七世纪 好 在十七世纪的研究当中呢 开始发展出 公司领域二分的概念 好 那么往下看第一 第二段第一行 其中公领域 上公领域三包写个一 即等同于我们前面所描述的群居室的公众领域 把群居室的公众领域圈起来 好 第二行的后面 当人们身处于公领域时 虽然可能会受到群体的监督限制 把监督限制圈起来 好 第三行后面 却也可以透过群体协力的方式 把群体协力圈起来 来达成特定的群体目标 所以公领域呢 在刚刚那个公领域旁边就把我写上啊 政治 公领域就是政治领域 让大家一起来合作 大家互相监督的领域呢 就叫政治领域 好 再来看第三段第一行 而所谓的私领域 这边写个二 则通常只剩那些无关公众 把无关公众签起来 好 那么的生活领域在私领域当中 人们可以自由的选择 把自由圈起来打星星 非常重要 我要再提醒各位同学一次 私领域的空间大小等于一个人自由的大小 就像是你在家里面一样 你在家里面呢 你的房间有多大 你的房间如果越不能 越能够抗拒爸妈进来 你在家里面呢 就会过得越自由 所以呢 你私领域的这个房间越大 你的自由空间呢 就会越大 好 那么人们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而无需受到他人干涉 把无需受到他人干涉圈起来 旁边帮我写上 补充假意第四页 但不用翻 补充假意第四页的图呢 是我们基础课的时候呢 画到的公司领域的图 所以你只要写 补充假意第四页 之后有时间呢 去比对那个图就好了 那个图我们讲过了 好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 公司领域的界定 旁边帮我写上 被政治学啊 很多地方需要理解 但定义 只要我说要记的话呢 你都要记 但要善用拆解是理解法哦 公领域跟私领域都是什么呢 生活领域 而公领域呢 是虚受他人监督 还有什么呢 可以得到他人协力的公众领域 而私领域呢 就完全相反 之前说过了 我们就不再说 好 再来往下看啊 那么这种观点本身呢 先往下看 下面看框框一 政治呢 是公共领域的活动 这叫什么呢 公领域跟私领域的活动 那么这种公领域跟私领域的活动的代表人物是 来看啊 前眼可以跳过 来看一个 下面一 人是城邦的动物 把人是城邦的动物圈起来 亚里斯多德圈嘛 好 内容的部分呢 就不用再讲一次了啊 那么代表人物 你只要记得呢 是亚里斯多德就好 那亚里斯多德的 我们讲城邦 就是一种群居生活 是公领域的 好 那么再来 第二个啊 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知识 这个其实真的 我觉得这音是不会考啦 所以我觉得就可以跳过 好 再来往下看 框框二啊 政治呢 乃是权力在公领域当中 行使的一种过程 把权力公领域 还有最后两个字过程 圈起来 然后旁边写上 二十世纪中期 好 那么这个观点呢 是二十世纪中期之后呢 开始出现的观点啊 然后旁边再写上P25 在25页的时候 我们会讲到 就先写页数 好 那我们来看第一行 这种说法呢 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界的主流看法 把西方政治学界的主流看法 圈起来 好 所以呢 当我们今天呢 再讨论啊 因为现在我们的政治学 主要都是在讲美国的政治学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 只能选一种政治的定义的话 当代西方政治学 就美国政治学呢 采这种观点 就是什么呢 在旁边包含上三个字 公权力 政治等于公权力的运作过程 公领域的权力 简单讲 就叫做公权力 好 那么 倒数第二行啊 就第七页倒数第二行的后面 该种观点 同意 或至少具有这种倾向 认为 公领域 把公领域圈起来 确为 政治得以发挥效力的 主要场域 把场域圈起来 下面包含上 两个字 限度 好 这种观点本身代表什么呢 这种观点本身代表的是 其实西方政治学界 目前为止 严守政治的限度 这种概念 所以呢 还是会了解到 公司领域有别 好 但往后看 好 最后一行之后三个字 但是对于 翻过来 好 第八页 该办学者而言 权力 把权力圈起来 才是让呢 各种政治行为呢 得以在 得以在 我们讲说 公领域当中 顺利运作的关键基础 把基础圈起来 好 就像我们之前讲到的 权力呢 是一切发生的理由跟原因 好 往后看 换言之 相对于传统真实学者 仅将焦点方式在 表层的公领域议题之上 当代真实学研究者呢 更关注隐藏 把隐藏圈起来 在各种公领域表象背后的 动态权力关系 把动态权力关系圈起来 旁边帮我写上啊 EX 我们之前讲过的贪污 只去看公领域当中 有没有人贪污 没什么意义啊 我们应该要去研究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他们会贪污 而为什么他们会贪污 你要去研究 真正要去讨论的应该是什么呢 权力的流动关系 就像我们之前讲到的 贪污的例子啊 你要记得 好 再来倒数第三个后面 并认为公领域的权力呢 使为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内涵 把权力跟核心内涵圈起来 旁边包写上 实证 这个呢 就是政治科学家的观点啊 就是实证主义研究 实证主义研究 好 那么这一切的开始呢 往后看啊 第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叫拉斯威尔的人 我们来看第一个代表人物 这个代表人物呢 打三颗星 这个人是会单独考的啊 会单独考 好 那么 politics who gets what when and how 这整句英文啊 我们政治学比较不会考英文 但是呢 如果可以的话 这整句英文呢 也不难 请同学们在旁边写个背 政治学不太会考英文啊 但这句话本身呢 会考 请同学们写个背 这个要背啊 好 那么 拉斯威尔呢 基本上 后面有四个字 叫拉斯威尔圈起来 这个人要背啊 上面帮我写上 1920 他是1920年代 20世纪初期的一个代表人物啊 这个人蛮厉害的 好 那么 对于我们讲说 拉斯威尔而言呢 他想要去讨论的是 往后看啊 先念第二行 拉斯威尔指出 政治呢 是一种权力互动的现象 把权力互动圈起来 他是第一个提出来 这样的概念的人 旁边写25页 好 在25页的时候会谈到 拉斯威尔开创了一个学派 叫权力学派啊 这个权力学派呢 是当代真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呢 我们讲早期学派 好 他认为政治本身呢 是一种权力互动的现象 而真学的意义呢 就是在探讨 这些握有权力的人 在什么样的时机点 把11点圈起来 透过什么样的过程 把过程圈起来 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把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圈起来 好 在旁边包写上 这叫什么呢 这叫权力过程 当政治学本身啊 其实我相信 可能有非常少数的同学 未来呢 你们可能会继续进修 如果有一天 你真的进入到真学研究的时候 我们要研究权力 讨论就是三个东西 这三个东西加起来呢 就叫做权力研究 好 旁边包写上啊 补充讲义第五页 好 我们一起打开补充讲义第五页 好 补充讲义第五页的下面啊 我们看到一个啊 就是图标题叫做 政治呢 是公众事务 好 那我们往下看这个图啊 政治是公众事务呢 可以分为上面 公领域事务 公领域事务上面写上 17世纪到20世纪 这是17到20世纪的观点啊 好 那么这种观点本身呢 直接奠定了当代政治学当中 公司领域二分的观点 是传统 往后看 西方自由主义观点 西方自由主义呢 包写上CH3 第三章的时候会说 好 再来往下看下面 公权力事务 公权力事务的部分呢 请帮我写上20世纪中期 其实是从1920年代开始了啊 但我们都会讲20世纪中期 好 那么 这种观点本身认为 所谓的政治呢 是公权力当中的权力作用 下面帮我写一个字 拉斯威尔的拉 好 那么 对拉斯威尔来说呢 研究政治现象 要了解权力关系呢 要透过三种对配二 三种方式呢 得到 第一个是什么呢 了解 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有哪些人 我有权力 这叫做什么呢 权力主体 权力主体 旁边帮我写个户 然后写上 加减的加 好 帮我写上金主 有钱人 有黄金的金 金主 好 那么 研究所有政治现象 第一件事情呢 先找出来 谁 在这件事情当中呢 是主角 这些主角 有时候可能藏在背后 你就要把它挖出来 但不论如何呢 一出大戏 你要去看那个追剧的时候 一定要先搞出来 谁是主角 而不是什么呢 看到谁就是谁 看到总统 总统就是主角 不是的 主角后面呢 就总统后面呢 可能有其他主角 先把主角抓出来 好 再来往后看啊 第二个是什么呢 权力过程 旁边写win 什么时候 譬如说是选举的时候吗 是什么呢 决策之前吗 还是决策之后 那么我们必须要了解 它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就要了解什么呢 发生什么事情 好 这是win 再来往下看第三个啊 那么资源跟权力分配结果 旁边写个what 好 那么他们想要得到什么 比如说得到金钱 得到武力 得到控制 得到什么东西 那么这种所谓资源权力分配结果 除了what之外 旁边再帮我写两个字 目的 这些人呢 到底有什么目的 好 所以在真选研究当中呢 我们要重建权力过程呢 就应许把这三个东西呢 写出来 那么如果可以的话呢 旁边写个背吧 好 在写生论题的时候呢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分析指标 好 这三个标本身呢 拉出来呢 你可以分析很多的现象 比如说像真选学啊 最近呢很多同学有关注到阿富汗 我们第五章的时候会讲到阿富汗的考古题 他也会要你去分析 那么分析阿富汗呢 发生什么事情等等等等等等 你就依序用这三个标呢 进行分析 第一个 你看到在这件事情当中呢 有哪些权力主体 第二个 这整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三个 最后呢 大家得到什么东西 譬如说 美国的军火商赚得饱饱的 美国的总统呢 被军火商呢 为了饱饱的 那么 阿富汗的精英阶级呢 跟总统还有什么呢 前总统还有那些精英本身呢 被美国为了饱饱的 那么我们讲塔利班呢 被其他国家为了饱饱的 那么一般人民怎么样呢 死伤惨重 好 所以最后的结果 我们就知道的是 其实精英阶级本身呢 其实真正啊 我们讲说损失的并不多 其实呢 不论如何 受伤都会人民啊 好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叫做所谓的权力的过程 好 我们回到课本 不用讲意放旁边啊 好 所以对于呢 我们讲说 拉斯威尔而言 所谓的政治呢 讨论就是 请看倒数地方后面 谁得到什么 何时得到 如何得到 politics who gets what when and how 好 这个呢 我建议同学们 要背起来啊 重要 选择题呢 拉斯威尔也是排名前三名的学者啊 他超级参考 要记啊